黑心工厂偷烦废水 台中神钢区有一家电镀公司 夜者为了减省处理费 弃异的费用 竟然在没有排放许可证之下 非法的排放废水长达六年之久 工厂四周又都是稻田 检方后续检测了水沟的底泥 赫然发现总个还有镍的含量 居然超标300到600多倍 远景将钢板先开收集废水 一度还搞不清楚废水源头在哪里 台中神钢电镀厂业者假回收 整绕流掩护偷牌 把含有远远超过流放标准的 总个与镍的电镀废水 经由排水沟下水道排到河川 严重污染地面与水质 以这个全回收再利用的一个许可证 它取得了一个许可 事实上它所做的是 以放流水体的部分 把废水直接放流在地面水体之上 电镀厂四周都是稻田废水 恐怕危急农作物 检井埋伏监控半个月 果然在凌晨抓到业者偷排废水 绕流排放出来的镍含量 是超标15.6倍 那总个含量是超包2倍 那后来我们有检测 它排放到排水沟里面的底泥 因为是长期续积的 所以是超标300多倍到600多倍 检井调查 业者至少从2014年开始偷排废水 节省清除废液污泥处理的费用成本 超过1300万 现在被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罪起诉 记者言论吴福岩台中采访报道